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小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来看到呢 明天就是蔡英文总统的百日 而在今天呢 百日民调啊 真的是至少有四五个以上啊 但要来告诉大家 内幕在哪里 海鲜宴两个会计师曝光了 我们要讲到这两个会计师 不能够用会计师来形容他们 这可不是随便的会计师 一个是谁呢 一个就是刘大 刘大贝呢 他可以说以前算是行管会的主委 而现在是赵丰盈的董事 另外一个是林庆荣 林庆荣也是赵丰盈的董事 那我就要讲这个话到底怎么样呢 怎么会一个部长 然后跟这个赵丰盈的相关人等在吃饭 而且在约谈的前一天呢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的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 爆出来还有一个关键的三页机密文件 这三页机密文件呢 据说就是蔡英文总统跟林全 看到了以后吓了一大跳 要赶快办的这个机密文件 这当中重要的三页就是七八九这三页 当中讲到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他为什么账户都是同一个人呢 受益人都是同一个人到底是谁 而这个人到底是谁 而会让蔡英文总统看到了吓一跳说 一定要赶快查 那么当然还有今天是礼拜五 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 你知道吗 下个礼拜一就要来这个所谓给他 这样的一个致命的一集 所谓的一腔毙命的资料 这一腔毙命的资料 讲的是针对蔡有才吗 为什么这样子呢 巴拿马是这个礼拜一就约谈 我们台湾要到下个礼拜一约谈 我要不然就觉得你证据非常多 我要不然就觉得 你是不是在那边等待人家 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 还有一个 有说台湾的银行在香港分行 马上就要曝光了 到底是谁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银行有20家 另外呢 用台湾的名称来加入这个东京奥运 有没有可能呢 这里面会牵动到什么样一个敏感的神经呢 讲到最敏感 我们要看到今天谁讲到 就是说大家不是说他很美吗 高嘉瑜很美吗 钟小平竟然说 他现在变成昨日黄花了 哇这个事情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个风暴 但讲在这里呢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今天大家说 原来那个时候 吃这个所谓的海鲜宴的这个部分 竟然有两个会计师曝光了 我刚刚已经讲到这两个会计师曝光 这两个会计师曝光 主要呢 一个就是刘大辈 刘大辈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而且呢 他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 2013年赵峰证券的董事长 2016年的今年5月去职 2014年是赵峰金的董事 一直到现在 而且是张胜禾指派的 那他现在是赵峰金的董事 你可以来跟张胜禾吃饭吗 张胜禾下台了 那天我们已经拼凑出来了 就在真的好这个海鲜餐厅 那我当时说是1680 后来有人说没有 一克大概要4000多块 我只能够不断的流狗水 但是我好奇的是 真的只有四个人吗 明年会不会又多出一个人 那现在四个人是谁呢 一个就是前财政部长张胜禾 另外一个就是前赵峰银的董事长蔡有才 现在知道那其他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我们讲到是管党产的刘大辈 一个呢就是赵峰银的董事 那事实上他也是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林庆荣 那今天这个消息传出来 有人说有一个人林庆荣是那个人吗 省纪部的省纪长吗 拜托林庆荣跟他是同名同姓 不是他了 如果这个是省纪长去吃饭 那事情又大掉了 那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呢大家讲到说 财业的关键文有三页 三页当中的资金的移转都给同一人 等一下来看看这个移转当中 有人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一个所谓的洗钱 还是涉及到贿赂 为什么说涉及到贿赂 你转来转去就有很多的一个断点 那当然在今天我们也非常关心的 今天我们知道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民调 几乎都是接近死亡交叉 林庆的每一个都死亡交叉 那我们来看到 那蔡英文有的有死亡交叉 有的在敏感当中 那到底该怎么办 今天有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今天经济部长跟劳动部长 今天跟七大工商团体 有一个做回谈判桌的动作 下午三点半在中油大楼 讲的就是我们讲到 劳工关心的嘛 或者七休一 或一粒一休的这个问题嘛 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部长李世光 劳动部长郭芳玉 在现场呢 资方商总的理事长 赖正义在这里 可是呢 他们说不预设立场 希望安抚跟倾听 那今天讲到了这一点呢 谈判桌说yes or no 今天能不能够讲出来 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林伯峰 他说今天来跟部长提建议 九月的基本工资审议会 看政府能不能够承诺过去的诺言 那他的诺言要求什么 第一个你要取消七天的国定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第二个周休二日一粒一休 其实很多民众对一粒一休或二粒 有的人在意 有的人不在意 还有加班薪水的计算清楚 这个当然要讲清楚 所以年代晚报认为 这三个当中最敏感的 应该就是取消七天的国定价 这个东西是最敏感 不过回到这里呢 我们要来看到 那他如果不重回谈判桌 我们大家的基本工资的加薪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来讲到这里 很多人就说 这里面我们要看看 这个今天最近报的 最近报的就是说 那个时候蔡英文跟林全传出 美国的金融单位 给了他们一份机密的文件 而这个机密文件当中 原来有关键的三页 有一个重要的人 这个重要的人呢 名字不管A给B B给C 都是同一个人 那所以我们就要讲 这到底是一个单纯的洗钱 洗钱已经很糟糕了 还是贿赂 贿赂的事就大条啊 怎么说贿赂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到底怎么回事 这里面呢 就是看到 美方的文件关键三页 到底讲的是什么 就是纽约州金融服务署的 这么一个合议令 这么一个所谓共识 合议令 Consent Order 他讲到的就是某一个客户 他呢就是汇款 汇款之前呢 他竟然先写一个转账授权书 就是说我现在汇款 给赵丰银行的纽约分行 那你帮我汇到巴拿马 你们赵丰银在巴拿马的这个分行 结果他汇过去以后 发现对方已经关了嘛 关了以后正常来讲 你要退回来 他说不用退回来 我一开始就知道 他一开始就说 万一不能够汇 请你不要退回来 请你直接汇到某某账户 就是汇到这个B账户 那这个B账户是谁呢 我们要讲的事情就是 很奇怪 这个汇过来的A账户跟C账户 两个的都是同一个人 那B账户是另外一个人 那我要问的是B账户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如果有的话 那就表示 就是这里面A想要贿赂 另外一个人的话 他经过这么一个断点 B洗过去的话 你查来查去只会查到B啊 你不会查到A啊 因为这个理事汇款没有成功嘛 所以讲到这个 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夸张呢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到一个 我个人也觉得蛮夸张的 这不是夸张 这简直嚣张啊 这是谁 蔡友财啊 蔡友财 他刚刚打电话给财政部说 我没有身份接受约谈啊 你看看他是多么的嚣张 那个时候 如果不是他这样的一个态度 美国怎么可能说 把你气到这样子 罚到不行 我来找你 你又不见我 我只要去见你的总统跟副总统 跟行政院长 那我要讲的蔡友财 你凭什么这样子讲呢 你说你没身份接受约谈 不用什么身份啊 你当时就是一个关系人 你就被约谈就好了 而且今天很奇怪 本来今天讲说 金管会就要来约谈蔡友财 然后后来就说 应该是这个礼拜天晚上吧 下午吧 然后又说下个礼拜一吧 我看你 如果你这么没有guts 你这么的low 你就不要约谈好了 反正呢 极可能约谈下去 事情都大调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新闻 我就是很好奇 这个所谓的最终的受益人 这么多钱的受益人 到底是谁呢 另外一个就是讲说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需要这个山嘛 这个山到底怎么办 我都搞不清楚了 其实最重要的 人靠山会倒 靠自己最重要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今天的新闻重点呢 大家就要讲到说 不要忘记了一百天 一百天是在明天嘛 那这个民调在今天出来了 那出来 大家都是百花齐放 可是那一幕在哪里呢 你在民调潮当中 你看到了什么呢 年代有报跟大家讲 只看到了一个字 是最为关键 另一方面呢 刚刚讲到的三页机密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好 刚刚讲到一个字最为关键 我们现在也要跟大家来看一看 既然是民调出来 大家都要仔细来看 问题在哪里 其实我个人好奇的 倒不是个人的满意度 不满意度 而是对于议题的 所谓的大家不满意的在哪里 那今天年代 我看到其实很多不满意的 在经济跟两岸 那有人就讲说 是两岸比较不满 还是经济比较不满 我觉得这是牵动的 因为现在两岸大陆就是阿爸嘛 他就不让路客来啊 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哀哀叫嘛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 刚刚讲到关键的一个字是什么 就是新 也就是你的新政府到底新不新 很多民众觉得 我没有觉得很新 我原来的口袋不够 我东西不够 也是没有改变 所以我没有觉得很新 但是 现在这几百港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调 蔡英文执政呢 在搅出来的 有人就说是满江红啊 死亡交叉 但蔡英文今天也知道 这个感受啊 他就讲说 反正非常谢谢 今天总统府有很多 亲子日来为他加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晚上出来的 今天健报的苹果的民调 为什么我们先看他 因为苹果的民调啊 对于英权两个人来讲 真的是 真的只能够用一个字来形容 其实满惨的 为什么 你看 非常满意 加上满意的这个地方 有54.17% 这43.95 59% 43.59% 那比起上一次 54.17上次520 100天之前呢 算起来是下跌了10.58 那不满意的这个地方 加起来已经破百了 破一半了 就是50.49% 这个是蔡英文的部分 那如果说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怎么看 就是满意跟不满意 蔡英文这里已经出现了 死亡交叉 那我们来看到林权 更是糟糕 林权他的满意度只有38 那么不满意度是53 而且不满意度 比起在100天之前的时候 增加了14.35 那很多人就讲说 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告诉你 他现在后来 大概最不满意的 是说两岸关系 苹果的民调是两岸关系 但年代老报认为 他第二个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他第二个不满意的 就是财经措施 其实这两个非常接近 一个不满意是49.5 一个不满意是49.04 那所以呢 在这里面不满意之外 那第三个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来看到 劳工政策 劳工政策呢 不满意48.7 司法改革不满意呢 是47.39 转型正义不满意是45.83 可是我们来看到 他的满意不高 可是他到底重不重视 很多人来讲说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要拼经济 那今天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有一个民调出来了 就是被认为是比较 轻绿啊 也不能讲绿的 轻绿的啊 就是台湾智库的民调 所以大家讲 台湾智库的民调 数字会不会好看一点 其实台湾智库的民调 在蔡英文来讲 还没有进入死亡交叉 不满意度只有38.4 可是林权 已经是这样子交叉上来了 那我们也参考一下 台湾智库的民调 他的满意跟不满意在哪里 他的不满意 你看看 两岸政策也是排名第二 年金改革排名第三 可是你看看 他满意的部分 不当当产的改革 年金改革 劳工休假 可是他的满意 跟不满意都最高 这就是非常的吊诡 对不对 就非常的吊诡 那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下 那比较偏蓝的 比如说偏蓝的 如果我讲忠实旺旺 你不要说我一定觉得 你是偏蓝 没有啦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忠实旺旺的民调出来 蔡英文的部分 其实还没有死亡交叉 但是林权已经死亡交叉 所以今天死了好多次了 可能是林权 但是我们要讲到这一点 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是还蛮稳住的 他蛮稳住 为什么 因为刚好在今天 因为一年一度 总统府都有这个家属回来 就是说家属 员工家属来过这个亲子日 那一来都是 阿嬷、阿公、阿公、孙孙 差不多都一千多人 今天在现场 阿清嫂也有带 那阿清嫂也有带呢 但蔡英文总统就说 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看起来你们 比较像是加油团 看起来是有点温馨的感觉 你看看阿清嫂 头发剪得很短 她这次带着这个孙子来 所以特别的也就上镜了 但我们回到这里 在这里面 我们该关心到 很多人好像不满的 讲到是两岸 是两岸政策吗 是两岸关系吗 所以蔡英文要去思考 对于九二共事 她要让步吗 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事情 如果要让步 就是说我愿意承认 那你现在被压到最后 你会劲爆出来吗 我们要这样子面对吗 那你不面对要怎么做 这就是蔡英文要面对的情形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 还有一个人 今天随着民调出来 这个人说他不接了 他昨天晚上就讲了 昨天晚上呢 就是这个王金平 他说他不接海基会董事长 事实上在今年可以说 大年初四 陈菊讲过一次 然后呢第二次 八月八号又讲过一次 然后呢整个的见面之后 都是婉拒 婉拒再婉拒 那总之现在就婉拒之后呢 大家就说 是不是有可能换别人 那换谁呢 而且昨天有个关键点 就是国民党的文传会 主委周志伟 他去跟王金平见面 说你不用担心啦 我们到时候 全代会绝对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所以王金平自始至终 是民进党想要接纳 想要合作的一个对象 当时就这样啊 他就是没 他现在还是维持在忠贞的国民党党员 好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当时陈水扁 据说曾经找王金平来担任葛魁 甚至2008年都有苏贞昌配王金平的说法 甚至2012年 蔡英文跟王金平还有密会 所以呢在国民党内部 包括了马英九九很讨厌王金平 认为他脱离不了绿皮蓝骨 而王金平的宿命就是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是爱你的 我是忠贞的国民党员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到现在能不能够落幕呢 大家要来看到 如果讲到烫手山域 现在是说大条的事情 包括了蔡英文跟林全 应该可以看得到 民调当中最不满的 其实在第一名第二名 各个民调都是这样子 就是两岸关系 所以说你两岸关系要怎么处理 这就是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在大陆施压下说 好了我认了九二共识 还是我要尊重台湾民众的看法 这要怎么解套 否则他会一路一路的这样子亮呛 到四年结束 那有人就讲 那到底海志会谁接呢 海志会现在就讲到两个人 有人认为说 还是宋楚瑜 宋楚瑜说他不要 但他的呼声是最高的 他也是大陆最能接受的 要不然就是许姓梁 不过这个呢 在月底就要来公布了 月底要公布就没几天 现在到底是怎样 还有一个事情 我要说 大家也说 最重要的 这不满过半当中 很重要的一点 我还是觉得经济是最重要 今天你如果说经济 经济拼得很好 大家就觉得说 不管你是法夹湾 不管你是什么湾 我都能够接受 可是经济的问题 我今天看到一个小小的新闻 我要把它摆在 我们头版的板子上 为什么呢 这是金管会 金管税说我先要征人 我要征什么 我要征法务相关的人员 你仔细看 他说我征求法务相关人员 最好你有律师资格 然后我给你三万三 我以为你在干嘛 你要人家律师资格 你给人家三万三 我难怪你尽管会做这么烂 你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带头压低我们的薪资 你根本就是忽视专业 你要人家是法律相关的人 你又要有律师执照 然后你跟人家讲三万三 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金管会这种态度 你才会连赵丰金这种事情都搞不定 然后呢 金管会说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可能动不动 就去吃很贵的海鲜啊 我这样来讲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这就看到 看了这么多民调 看了都要分析了 但是我还要看那么多人 我就跟你说 问题在这里 这就是经济 这就是两岸关系 这就是劳工 我说到这里 今天大家说一二三 一二三到台湾 台湾有个阿里山 我以前答错了你知道 我以前讲一二三到台湾 台湾有个什么 我说嗯有个什么 阿里山竟然都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我们要讲的今天的新闻 一二三 什么一二三呢 一有一个收益人 二有两个会计时曝光 三有三页的机密文件 你感觉 我们从今天蔡英文 抱小孩子开始 谢谢 谢谢 摸摸 今天你是不是太热了 对不起 爸爸妈妈在这里上班 是为了这个国家 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都一样 都非常的热情 给我很多的鼓励 看起来你们 比较像是加油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来给我们加油 1月16号 有非常多的中间选民 经济选民 是希望 他能够真正的维持现状 但是现在也幻灭成空 不白之冤的感觉 没关系 已经很习惯 他们胡说八道 赵凤金风暴至今 扯上不少 来营人士 被点名多次的 前驻美代表金普聪 头一次公开献身 态度轻松 面对一切指控 说自己习惯了 绿营人士 这种会声会影 讲马金喜钱 这样的一个话题 如果你是在野党的时候 那我们只有概括承受 因为你会觉得 政府包庇 我们隐蔽 民进党已经是执政党了 而且完全执政 国家机器都在手里 国会还占多数 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还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这种 所谓的隐色 案子 提出一大堆疑问 我是内控出问题的问题 怎么会牵扯到政治 然后我难够还能指挥 这个赵峰金 我还可以跟蔡友财 这个联手 然后一路到 很多钱是从巴拉马银行 会进来 所以跟巴拉马分行 都在我的掌控之下 他们真的是很高 他们对我有很高的想象 政府冲博斥说自己和赵峰金毫无牵扯 但不止他 同样有来因背景 与赵峰关系扯不清的 还有刘大辈 刘大辈 他从2013年就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这个不仅是党政部分 而且是违反了利益 回避的一个原则 那更可能涉及到 土地背心的一个罪行 国民党中常委 刘大辈被指控是赵峰金门神 因为他曾经在不止一个党营事业中 担任高层 被控党产操盘手 更在刚连任中常委隔年 就被指派赵峰金董事和赵峰证券董事长 蔡友台跟林庆龙都是赵峰金的董事 我想串供非常明显 前国民党市议员林庆龙 现任是赵峰金董事 一群来因人士在赵峰金案情爆发之后 密会餐厅 不避讳敏感时机 神秘碰面 被怀疑有串供可能 即使经不从亲上火线喊冤 但来因和赵峰 剪不断理还乱 恐怕不是只字片语可以说分明 谢谢诸董事长 台北报道 而回到这里我们要来看到 整个事情抽丝剥茧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我刚来讲到这一点 那当中的机密文件 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洗钱 可能涉及到收费 我们过去来讲说 如果说你在进行收费的过程 或所费或贿赂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能把钱进到台湾的 这个local的银行 你就要进到海外 可进到海外的话 如果我张晓晴想要拿钱 人家汇钱给我 那个人就会被查出来 所以中间要转好几手 现在这个赵峰的事情 可能出了大状况 这个大状况就是 不是只是查党产 不是只是查洗钱 现在变成谁贿赂谁 现在都拼出来 怎么说呢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报告的揭秘 账户的收益人都是他 呼之欲出 而且在这里呢 今天这个事情 除了金普聪跳出来海冤之外 今天还有相关的还说 那个时候朱立伦当党主席的时候 还被蔡友才打脸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如果选输啊 人家就没要插你了 你来看这 刚才就说 这是纽约金融服务署的一个命令 他这里面就是说 可能客户就是我了 我可能张晓晴 我就汇过去 我汇到你 为什么我选你赵峰银行 纽约分行 因为赵峰银行 他纽约分行 在巴拿马有两家分行 所以大家都说找他很方便 然后你看呢 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这个转账授权书 就说万一你转不成 请你汇到这个逼账户 那当时赵峰仁 你怎么不会觉得说 很奇怪 你好神哦 赵琴你还没转 你怎么知道 我那个地方转不成呢 总之我就叫你转 他就从这个A账户当中 要转到C账户 就转到C账户 不行嘛 就转 人家已经close掉了 正常来讲要回去 他这次就不退回去 大家心知肚明 你已经告诉我转到B 那我就转到B了 那我今天来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A跟C是同一个人 那B是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那B又要给谁呢 下面如果还有一个D的话 我要讲一个D可能是我贿赂的对象 他就查不到我赵琴贿赂他耶 因为我这里已经经过了一个断点嘛 就这样讲 可能查到B B是谁 B就不是我嘛 B是另外一个人 就不是我贿赂他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这样子嘛 你看到第七页到第九页 就像一个洗钱的手法 洗钱手法就是可疑的付款转回 就是我们讲说转回 就叫做 那我们来看到疑点是什么 第一个疑点 你账户被关 等于是贿款没有完成嘛 那你为什么不退回来呢 这就回到我们三天前就在讲的 你会了这么多笔 没有完成 你为什么不申报呢 然后我们赵峰宁竟然告诉人家说 反正没有会完成 我为什么要申报 拜托 那才是重点 对不对 第二个你会不会行贿 这个是更加大条的 假设贾要行贿 乙如果直接回到乙的账户 容易被抓 所以贾透过A账户 再到C账户 再退回来 反正憨不让当 你就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 现在很重要的 这个最后的B 指定账户B得到的是谁 A跟C的账户游有者是谁 游有者是同一个人 是台湾的知名人物嘛 为什么当时蔡英文跟林全 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 赶快一连 一天当中开了三次记者会 说要查 那我今天再来看到 金普聪他刚刚就讲了嘛 他说今天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你怎么还在用在野的方式质疑呢 很可笑嘛 那林全蔡英文应该一起 一次把洗钱传闻查清楚 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金普聪已经这样讲 我觉得民进党就查清楚吧 你刚刚就查查清楚吧 我们今天也可以从这当中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洗钱了 然后过去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来看到这个情形 这当然是个负面教材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钱 不要被A掉 或被人家变成被洗钱 那你可以看到呢 金管会下个礼拜 要来约寻赵丰金的前董事长 就是蔡友才 我刚刚看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蔡友才 你也未免官威太大 他竟然说跟财政部讲说 我没有身份来接受约谈 你要知道你以前 你以前的老大哥张胜和 跟你吃真好吃的 是叫真的好吗 那个海鲜的张胜和 已经不在财政部了 你不用在那耀武扬威 耀武拥威 我跟你说 他怎么说 今天证实说 赵丰案爆发 接获赵丰金的这个蔡友才来电 那这是说这个今天谁 财政部次长苏建荣讲的 他说他在电话里面直接说 我自己已经离开赵丰了 我没有身份 再来接受财政部的约谈 据说他的口气非常不好 那我今天要来讲的是 你离开赵丰 但是你当时做的 你也难道不用面对吗 或者你没有注意到事情 难道不用面对吗 就算是下面的人做的 但是你身为董事长 也要概括承受 你连这种都不懂吗 然后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还扯到了陈水扁 还扯到了朱立伦 为什么呢 你看陈水扁当时 他一上来的时候 其实他对于一些 当然这样子做 有人说对或不对 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因为政党轮替了嘛 他觉得说 你一银华银台气银 干嘛带那么多钱给国民党 所以全部都抽银根 抽了以后大家就不带 不带那些钱 全部都到了赵丰银 赵丰银部分转给民营银行 所以赵丰银才会带这么多钱 给国民党 那你来看到在这里 赵丰银对于中投 还有玉华开发 其辱 其辱我们知道嘛 上次那个兵工厂 就是其辱对不对 还有新光华 还有玉台 对不对 新玉台 那我们都知道 都是党银事业 他们大概受信金额是24亿 然后赵丰银对于国民党 党银事业总头头是70亿 算是算是蛮高的 就是说国民党借钱当中 40%是来自于赵丰银的 那跟朱立伦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败选之后 因为朱立伦就找前 金管会的这个主委陈述 来出任中投公司的董事长 来管一些党产的部分 大家就说什么 21世纪基金会啊 哈姆朗当基金会 都是他在管 那个时候陈述就是去跟这个 因为他跟银行借熟嘛 他就跟赵丰银说 现在政党轮替 你可不可以把我 借给我的钱 本来短期 大概一到两年的 我怕被抽银课 你把我延长 延长到三到七年好了 结果这样子一讲之后 其他的公股银行 大家都是很现实嘛 你国民党选输啦 他就说赵丰银是最大的贷款银行 他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赵丰银那个时候还是蔡友才 那个时候美清姐还在里面 还在里面 事实上现在也还在在基金会当中 当这个执行长了 已经离开了法务 那时候蔡友才就打官腔 他说相当不以为然 打脸朱丽伦 就说我干嘛 你要这样我就这样 我干嘛这样子 所以朱丽伦是真的被打脸很心酸 你就看蔡友才这个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有人还说他是什么忽必烈 我说忽必烈有你像你这样子吗 你应该像陈吉思汗 陈吉思汗是杀无赦 陈吉思汗为什么当时欧洲人 对于陈吉思汗觉得他是黄祸 一听到陈吉思汗就刹很刹你知道 陈吉思汗到一个地方 他就把你全杀光 你知道是非常没有人情味的 也不讲人情味了 那蔡友才是不是这样 他的外号是忽必烈 但我们来看到 今天还有个事情 跟朱丽伦有关我在这跟大家讲 就跟你喝你的那个牛奶有关 可是你也不要吓一大跳 因为今年本来是 针对新北市 洞宝处抽查15家 弱农场生产的乳品 赫然发现有一家是领口的 王臣妇牧场 验出有康梅素超标两倍 民众如果吃了就会听力受损 更糟糕的 他这家牧场 他算是什么 算是福乐的上游厂商 所以大家就很紧张 那今天我们就说 福乐怎么讲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农委会已经说了 你乳品验出来之后 我全部都销毁了 我不会流入市面的 所以福乐也不用紧张 那我今天为什么突然讲到牛奶去 我们常常讲 有奶就是娘 能够喝的奶 你能够给我喝奶 我就很高兴 那现在赵丰金之前 给国民党一再的喝奶 现在政党轮替之后 赵丰金里面的人 全部都翻出来了 所以国民党当时的事情 查赵丰等于查党产 全部都会知道 我们今天来看到 这是我们发现了一个 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看了赵丰金的董事 好奇怪 很奇怪 这里面没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刘大辈 也没有林庆龙 可是林庆龙的名字 出现在赵丰营当中 有林庆龙 你不觉得非常奇怪吗 刘大辈不是也说是董事 怎么没有出现呢 而这个资料是财政部给我们的 财政部是漏掉了 还是不小心漏掉 还是故意漏掉 我们也非常好奇 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十三页密密麻麻 全是英文字 这份就是美国对赵丰银行开罚的合议令 里头揭露疑似洗钱的关键 谢谢大家关心 这个有机会做完整的说明 时间比较久 是因为都在回忆 检调单位和专案小组花了不少时间调查 实际翻开合议令第七页 指出赵丰银行纽约分行 收到巴拿马分行的退回款项 以中间银行的身份在授权转账指示 汇到另一个户头 例如纽约分行A账户 汇到巴拿马分行C账户 但C账户关闭汇款无法完成 却没退回原本A账户 反而是赵丰银行以授权转账指示 将汇款再转到 好我们来看到的 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真正的洗钱者 大家就看不到了 不过讲到这里 今天这个消息吵得这么的大 而在明天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蔡英文跟林全的就职满百智 另外一个就是花莲市长的补选 讲到这里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今天双英都有新闻 跟马英九有关的是什么 马英九有关的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就是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国策顾问的联谊会 他们就是联合起来说 要联合国的议员 国立大学推荐马英九习近平 来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有马习惠 那今天马办就讲 此举非常不合理 也不鼓励这样子去做 好这是跟马英九有关 不知道他心里深处怎么想 但是马办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来看到蔡英文的部分 今天出来的这个时报周刊就说 我跟你说 风水又来 他就说 这风水是怎么样 你看哦 这个是总统府嘛 背后有一个这个长沙街 很抱歉他写错了 因为是这样子 长沙街是这里 这是博爱路 这是长沙街 长沙街就是路冲嘛 所以他们就说过去 好像在这里有摆一个水池 现在拿掉了 希望正山石可以放在这里 甚至星座三家说 小英应该少穿黑色啦 改穿粉色系 但是我真的觉得 你穿什么颜色 穿黑色 他喜欢穿黑色嘛 黑色是稳重嘛 没有关系 粉色系我觉得有点怪啦 穿白色或米色也是可以考虑 如果浅蓝色也是可以考虑 但是我们现在再来讲到这个 那就是明天的选举 很多人就好奇是 到底是谁会赢 谁会赢 那今天我们知道 最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五五波之外 朱立伦他没有下去 但是吴敦义要下去了 你看到吴敦义 吴敦义 今天最新的状况 就是蓝天王压轴 吴敦义服选 他要当成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蔡英文的期中考 是一个断考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五五波当中 洪秀柱今天也是在现场来顾票 然后今天呢 也是张美惠也是在扫街 所以魏佳贤跟张美惠 谁会胜出呢 那么江启臣 今天又到现场来帮这个 国民党的魏佳贤来造势 那可是呢 萧美琴说 这里面怎么会这样子啊 就是张美惠 他的文宣被人家给遮住了 你看这个是张美惠的这个东西 然后8月27号花龄人 到蔡英文不信任投票 这是国民党的东西 你对啊 我觉得你这样很奇怪 你可以close up一点 人家的这个版 扛棒叠加 你国民党这样 这样有点奇怪吗 你把人家盖住了 所以呢萧美琴才说 怎么这么的美品 所以现在打的真的是 非常的激烈 那有人就说呢 小英在最后一刻 在最后一刻 明天他白日就职 有没有什么活动 他会不会到花莲去 这就是大家拭目以待 那今天有一个人跳出来 他说他要挺张美惠 这个人是谁 于天 赶在投票前一天 来到花莲的于天 才刚动完脑部手术 脚步有点亮呛 连站都有点站不稳 这场选前记者会 没有锣鼓喧天 于天说出自己的心底话 希望能打动选民 好 我们看到要帮他打打气加加油 因为于天前一阵子才动了手术 但是回到这里 打打气加加油 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九月 真的是一个九月围成 为什么呢 九月三号有军工教警销的抗议 然后再来看到九月十二号 又有十三个观光厂业 要走上街头 然后我们又看到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就是这些工商界大老板说 他们也要走上街头 哇 大家说实在是 那是老了 还是百花齐放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现在银行界有一种紧张的氛围 为什么呢 随着这一次的赵丰营的这个事情 大家就给大家一个污名化 这个污名化 我要等到最后才知道真相 这个污名化就是说 台湾的银行都像你们这样子吗 这次大条啊 现在亚太的亚洲的 甚至美洲的欧洲的相关的所谓的检查单位 都要来查台湾的银行 那现在第一波被查的是什么 就是香港 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样子香港 你知道有20家台湾的银行在香港有分行 这下子可能就下一个卫报弹 我们看到这个国营 说国营好怪哦 国家的银行 台湾的银行 在香港的分行 精简重大疏失嘛 原来在这里是香港的金管局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当中 他们说下一个卫报弹 就是呢 有一些这些在香港的分行 那这是谁想讲出来呢 在昨天有一个资程会计师事务所的研讨会 资程会计事务所是非常有名 他就是引用了香港金管局的资料 他说在这里面 梁宏列律师就说 这里面20多家台湾的国家银行 我讲国家银行顿此有点 国家银行就台湾的银行 比如说 比如说赵峰之外啦 或者是 这个其他的这个永峰啦 其他的这个富邦啦 其他的华南 我们等一下会看 他说金银行 在香港有分行的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洗钱的风险 可能你已经被洗钱 你自己都不知道 他说香港金融单位 对于我国国营的评鉴 用语是significant 重大的 重大 就有显著的重大的 这样子一个洗钱的状况 这是一个最差的评价 那我们就来看说 我们今天也找了半天 想要找找看 香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他没有对外公开 所以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是即将二度接受 亚太洗钱防治组织APG的评鉴 如果我们呢 再次评鉴当中 还是有洗钱的这个可能性的话 这家银行 他会被人家列入黑名单 长达十年 那我们就说 至于在香港有分行的银行 有哪些 好 八家范工股 我们特别来看到的 像是台银 易银 华南 张银 张银当时二次金改有争议 还有赵峰银在这里面 国民党关系密切 石家民营银行 国泰释华 国泰也是跟这个银眼梁 中信金说要合并 他们否认的 所以国泰释华受了矚目 还有永峰银 还有中信有两间 富邦有两间 他们在相用两间封行 那现在大家都剩在那 那所以在这里面呢 为什么特别讲到永峰 因为蔡友才 他在回国到赵峰金 当董事长之前 他之前的职位是永峰金的 执行长 所以大家当然会觉得重视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事情可能又扯到党产 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在之前来讲 国民党的这个党产 当时从中国大陆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钱的运 有的也不是直接运到台湾 有的是在香港做一个base 怕台湾出了什么状况 钱运不出去 当时还需要来这个打仗嘛 那我们来看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很多地方 要经由香港 还没有直通的时候 是经过香港嘛 所以很多台资银行 在香港获利很高 1993年 华南银行就在这 设立了第一家分行 现在已经有20家了 20家不是华南银行 全部刚刚讲到 只有20家 那甚至国民党这里 传出来 徐立德透过了 环宇投资公司 经由香港转投资中国 这就过去讲过的 所以现在你在查 你查赵峰 也查到国民党 你查香港 也查到国民党 而且你看到上一次 有个很大的事情 在香港发生 跟国民党党产有关 就是国民党党营事业 曾经在2000年 到2001年当中 处分了一个 旺角铜锣湾的土地 孟告 旺角 获利15亿 那获利15亿 钱会回台湾吗 还是在那里 放在哪一家银行当中 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 不过在这里 很多人就讲说 有两种声音 一个就是说 现在我们台湾 因为少了陆克 是不是经济 真的有影响 那真的有影响吗 还是我们可以凹过去吗 这都是执政单位 要去了解的 有人讲说 我没有录克 我也是有日本克 我有韩国克 那今天有一个呢 可能会触动 两岸的敏感神经 就是我们知道 东京奥运2020要举行 所以我今天的主轴 要讲的是 怎么都跟2020有关 2020怎么了 一个就是他们现在 日本人非常的热情 阿萨西 热情 热情是 阿萨西是温柔 就对我们非常温柔 他就要连署 达到5万人连署 他就要送去 说以后我参加 这个东京奥运 不要用中华台北 就用台湾 日本人说台湾就是台湾 门槛是5万人 现在已经是 三点半是 四万三千多人 快到了 好 那但是你看 中国曾经施压说 2020东京奥运 用台湾知名参加 这等于是台独嘛 中国网友就说 2020我就要来统一台湾嘛 而且你知道 2011年 中共的国防报告书 也说 中共在2020年 备制完成之后 就会所谓的 全面坐在能力 所以你讲到这个 怎么都跟2020有关 而在今天我们也好奇的 跟陆克有关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 就是在9月12号的时候 有13个观光场业 全部都要上哪里 上凯道 那这样子也是相对的 对蔡英文施压 不是吗 你看这里有旅行社 有旅馆 有饭店 有导游 一头拉股 他们就说5到7月 整个观光收入 是减少73亿 那这里面 当然有一些背景 也是一条龙的 有些背景 也是有中资跟港资的 不过我觉得 比较奇特的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奇特的是 雇工 你现在如果 这个叫细扬票 下午4点半之后 你去 你凭身份证 你就不用钱了 所以大家就说 你以前给我们收费 现在不收费 是因为陆克减少 他们说是啊 是因为陆克减少 那我觉得 那你就回复到 大家都不用钱 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看 大家都可以去 但不论如何 这一切的一切 大家讲的都是跟 Coco有关 都是跟钱有关 加到这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了 今天呢 这个工商团体 跟林全会面 会面 那到底所谓的 基本工资啊 相关的部分 有没有弹出什么结果 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 对不起 在你身边的事 劳房代表坐满满 资方代表没人来 七月份新政府上任后 第一次开基本工资 审议委员会 资方不给面子 实行调长宣告卡关 正月大家长林全 看不下去 充当何事佬 呼吁大老板们 九月能重回 劳资谈判桌 我们还是原来的立场一样 要看看政府 能不能承诺 过去的诺言 有没有点弹性 如果政府希望 您可以有些退让的话 等一会就知道了 先别人问你就知道 可是到现在 我们还不知道啊 林董 那个有最新的状况 会跟大家讲 但是呢 今天还一个话题 大家引起很多的 这么一个争议 就是说 不爱坐 让坐的问题 你知道吗 有人就 其实我们以前 都觉得让坐很重要 可是让坐有时候很尴尬 因为你坐在车上 你都要很紧张 那当然我 我个人 我就根本不爱坐 我就不要去坐 我根本不要去坐 因为做人家以为说 你是胖还是怀孕 我不敢坐 那这样就没有 所谓让坐的问题 但坐在不爱坐当中 现在年轻人的看法 真的不一样 他可能觉得说 没有人坐 我就先坐 那到时候再这样 那就是我们要讲的 引起的北一女 这个事情 北一女这个事情 今天真的是 整个逆转逆转又逆转 为什么这样讲 今天早上 我一看到这个律师的声明 我吓了一跳 因为呢 就是呢 律师说 他要去告那个理性妇女 说你怎么可以骂 北一女的学生 怎样怎样 而且你骂他就好 你怎么骂全部的人 两个人也不是 故意不让坐的 今天你可以看到的 这整个事件呢 因为北一女的家长会 就很愤怒 委托了律师周五荣 周五荣呢 他说 我下午就要告 涉嫌违反 个资法跟妨碍 名誉等罪 可是这个事情 一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说 到底这个情形怎么样 他是在今天早上 九点半的时候 他有po四点声明 就说你擅自po人家照片 你不当言行 而且询问家长 补发告诉 再犯就要提民事告诉 那为什么逆转 傍晚不告了 因为呢 这个天下父母星 中午的时候 这个当中有一个A学生 他哭了一个晚上 他妈妈呢 就看到他在那边 精神很不好 桌上又放着美工刀 就吓死了 就说不要了 因为你到时候要控告 又要二次伤害 所以他们觉得不要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事情怎么样 如果你有 你昨天没有看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说昨天 有一个新店高饼店的理性老板娘 看到说搭捷运 两个北一女中生 在现场好像没有让座给妇孺 他说劝没有让座 他是劝没有让座吗 可是他们说 他当时就睡着了 他就说这是谁家的女儿 该做什么吧 他又说穿北一女的制服 却不给小朋友做 真是可耻 讲的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难受 那结果呢 事实上网友都是在骂这个李小姐 就说你不要讲那么难听嘛 然后呢李小姐他就说 你们不要再肉搜我了啦 他就说后面 我是他就凹啦 凹说我是讲做什么的 后面还有 他说积服但也不用这么久吧 但是误点发送 愿意道歉啦 那不让座就是可耻 网友们不要再骚扰我 那当然网友大家就轰炸他 那当时这个女孩子 另外一个女孩子 他有回文说 我的脚真的不舒服 所以我上车看到位置 我就坐了 过不久就睡着 针对北一女三个字 难道北一女就不是人吗 好今天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那很多人也有人在讲说 让不让座 不需要这么一个激烈的方式 其实 give and take 让跟收 你知道我也曾经让座给人家 被人家白眼 因为我也不知道 人家觉得说我有那么老吗 或有人觉得说 我是胖啊 你以为我怀孕吗 我都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让座而已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有人讲说 日本人是不让座的 我在日本的时候 但是我有让座过 他也没有白眼我 他就一直 我想说日本人是从来没有让座给老人家 但韩国是要让座 好不过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部分 博爱座 一旦上面不是老弱妇孺 敌视的眼神 窃窃私欲 甚至手机偷拍存证 这些自以为是的功德心 伤人更深 满于两个月了 其实这个时候 对爸爸来说是危险的 不是在前面的开过道 现在还能救赞 博爱座的隐性需求 外表看不出来 要做得承受更大压力 我来看到在这里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讨论的话题 其实我真的我过去在学校里面有监客 因为我还有零有假失证 我在过去讨论过让座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年轻的 二十几岁的人跟我讲说 我为什么要让座 我很累 我上班也很累 我为什么要让座 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时代的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 博爱座看到了该让可以让 如果人家劝你你就让一下 但是也不用这么的激动 真的不用这样子 他觉得如果博爱座是你抢来的 那种感觉也是不对 那回到这里呢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就很糟糕 这个事情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 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分尸 你知道树被分尸 是什么样的情形吗 而且这在宜兰 宜兰原住民的祖灵圣地 他神木被分尸灵啊 而且更糟糕的 这就跟那个老农 老农来讲那个耳油一样的事情嘛 原住民在现场呢 他已经自己当柯南 卧底搜证相关的市政 六月份告诉你了 你检方也不查 你鼎务局也不管 这怎么回事呢 你看这里面他们po出来 昨天干脆再po一次 六月一次 八月十五号再po一次 这个提供链锯 据数用的汽油桶 还有块木缠的这个座椅 都是乱七八糟的 这个事情从六月到八月 那到底为什么不管呢 为什么抓不到呢 警方跟林务局跟山老鼠 是挂钩还是放水呢 原住民说 他告知有山老鼠 林务单位说我人力不足 我会在一些路径上 装微型的摄影机 山老鼠就避开这些地方 你们当中有没有巧好呢 那原住民就讲说 不惜派员卧底搜集市政 那这下弄出来了 我们看宜蘭县长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从会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 就有讲山老鼠的事情 你看从会以前到现在 我不要讲多少年 那台湾的树枣部被卡得差不多光了吗 一直就有这个情形啊 你看宜蘭县长林聪贤说 抓不到人很奇怪 一定是协调出了问题 那我讲协调出了问题 到底是谁呢 林务局推给谁 他说我立刻请动了 检警林平台报 报请检察官 那检警林是谁 检是检方 宜蘭地院的检察署吗 警是宜蘭县警察局吗 林是宜蘭林务局吗 我本来说要把名字都写上去 可能小孟觉得这样 不要刺激他们 我跟你讲你就要写上去 原有头再有主 连那个谁 连那个蔡友才都说 我没有身份被约谈 你看他们都不要脸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里呢 今天还有一个吐国代表 8月17号 大家吵得不可该叫人家 8月18号就离台了 我不敢讲外交部 有没有包庇 但是外交部 我们的学妹 王佩玲说 他没有享有刑事豁免权 那现在我们会发令 叫他回来 鬼会回来 怎么可能会回来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大家是什么呢 十月是不是会有内阁改组 还要来告诉您的 就是大掌柜的心酸 什么叫做太宫党 而在今天的新闻呢 我们要来看到 跟白银帝国有什么相关联 不过在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 原来在当时的海鲜宴 有两个会计师 他们都已经曝光 当中有一个就是刘大贝 刘大贝可不是随便的会计师 以及在今天 南韩的乐天 传出了资金的问题 结果他的副主席 就在江边上吊而死 我们要看看台韩大不同 稍微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现场 我们要来看到呢 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好多份的民调 就是在白日民调当中呢 其实蔡英文的满意度在降 林全出现了死亡交叉 而且几乎每个都死亡交叉 那我今天要来讲了一下这件事情 大家就很想看看 那到底现在 我们以苹果的民调来讲 前三名所谓的最不满意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第三名来看 我来看他结施的如何验证一下 哇 黏这么紧 第三名 第三名是劳工政策 不满的占了48.8 然后再来看到第二名呢 第二名是财经措施 不满的49% 然后再来看到 第一个不满的是两岸关系 这个是以苹果来讲 不满的是49.5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 那我们要看看 接下来还有个事情 就是这个司法方面 司法院院长副院长的这个部分 今天讲说 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蔡英文总统提出来了 许中立当司法院院长 那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说 他的争议 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废死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到底有没有再任的问题 现在的联合报直接大啦啦就说 可能违宪 因为你有没有连任 他是再任 这就是一个争议 当时大法官就说 你做了八年以后不能连任 可是他说 我是做了八年 中间休息五年 再做八年 那这样可不可以 到时候又打违宪官司 不就是乱了吗 好我们再回到这里 要来告诉大家的 台韩贪官真的是大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 我们会讲说 我们是政治迫害 甚至连马英九都讲政治追杀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乐天副主席 李仁元遗书说 他今天是怎样 他今天是韩国的那个 乐天有资金的问题 今天10点半要被约谈 他就留了个遗书 然后去去汉江上吊 他们都特别喜欢选汉江 他就说我对主席 新东兵 中兴耿耿 集团绝对没有涉及 不当的金钱交易 对不起 人家今天就发现他的遗体 之前韩国也是这样 2009年5月23号 韩国前总统卢武炫 他因为贪污舞弊 丑闻缠身 他在私宅后山 跳癌自杀 那我们看到是韩国这个例子 我们台湾干嘛 我管你的 我没有这个身份 我就是要去吃海鲜 大吃海鲜 真的是没工 我们今天还来告诉大家 作为掌柜的悲哀 我们要讲的就是吃海鲜当中 两个会计师有一个是 刘大贝 刘大贝跟香港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们要看看 陈述也被夹出来 好我们先来看到的 就在今天讲到这个事情 很多人说 哇今天蹦出来的事情 最新的是怎么样 最新的就是说 那天吃海鲜 那一夜我们一起吃海鲜 有两个会计师蹦出来了 一个是刘大贝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三页机密文件 说怎么搞的账户里面的受益人 都是同一个 而这一个人到底是像 你就看到这刘大贝 刘大贝65岁 国民党中常委 他曾经担任过 你看看 国民党投管会的执行秘书 讲个大白话 他就是太公下面的秘书 那太公就是刘太英 刘太英呢 离开之后 整个党产 他是最了最清楚的 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香港 那我们先来看到 所谓的太公党是什么 太公党有刘大贝 有沈庆金 就是所谓的民间友人 银眼梁 还有陈友好 那么牵扯到这整个顶星的案子 所以刘大贝才扶出台面 很多官员朋友说 我不知道刘大贝是谁 我跟你讲 国民党的党产 相信刘大贝会非常之了 他为什么扶出台面 就是因为那个周易寇 当时说 马英九是顶星的大门神 怎么样怎么样 在控告的过程当中 刘大贝是出来作证的 那我们再讲到 现在不是说赵峰 从美国烧到巴拿马 从巴拿马烧到了香港吗 香港有没有党产的部分 你看看香港 刘大贝又是key person 他是在金华山衣证券 香港CEO 香港上市公司 首都创投的理事主席 香港金融学院的副院长 香港台商的什么什么 都是跟他有关 他还货班过 香港政府的 童子金勋章 你就知道他的关系有多好 那我今天为什么说 当大掌柜的非常的心酸 当大掌柜很心酸的 一个是刘大贝之外 一个刘泰英之外 另外我们就要讲到陈述 陈述算是朱立伦 找他进来国民党 他做的这个事情 曾经担任的 财政部政交会的政管会主委 可是他是金融会计领域 那为了国民党 真的尽心尽力 到最后2015年11月 朱立伦传出来 利用9000万党产成立 民族民权国家发展三个基金会 有人就说 这里面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而这三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是谁呢 民权基金会陈述 国家发展基金会是陈述 民族基金会是林又贤 好看到这一切的发展 我们就说 就好像是白银帝国里面 你呢当大掌柜 你如果没钱 你就要去送钱 你如果有钱 你就要藏钱 现在的状况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看 好我们来看到呢 就是在这里他就讲到说呢 他其实啊 这个财政部长张胜和 他说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看到 这整个火烧起来呢 其实张胜和应该也要清楚 还原起来张胜和那天吃海鲜的时候 你跟谁一起吃 你跟的是一个前赵峰营的董事长 你跟着是另外的两个 可以说呢 就是什么 都是赵峰营的董事 这当然是会有问题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在这里这整个情形当中 刚刚有看到一个对不起 到底是什么对不起呢 就是9月3号 9月3号的这个逆向操作 你看看 国防部脸书早上po 对不起的影片 没有办法在重大节日 或关键时刻陪伴家人 期盼社会大众为军人按赞 有人就说你为军人按赞 是鼓励大家去9三的那个抗议活动 还是不要去呢 那我们知道9三大游行 他们号称有十万人上街头 这就是说台词少一句 要加对不起 答应你的退伍生活泡汤了 因为我的年金被砍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鼓励大家上去 还是鼓励大家不要下去 国防部怎么了 好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要来看最新的消息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知道呢 在今天金管会的副主委 桂仙龙有提出一些为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办法查核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打死不公布账户 为什么你吃海鲜 我以为是16多少 结果是4888 谢谢你今天晚上收睾 下礼拜一见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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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